幾乎沒有背的胸腳 完全往中間暴露集中 暴露集中 暴露集中 而且這裡超滿的 就是... 就是... 今天要來揭秘女生衣服內 非常私密的小秘密 風潮生 女生現在已經不用用一堆水餃墊啦 在那邊偷墊 就可以打造大胸的豐滿效果 暴露集中 暴露集中 只能說真的不用整形 靠穿現在市面上的胸罩妹 就可以小心機的進行詐騙 不是 就可以達到不一樣的穿衣視覺效果 Hi 大家我是Jure 今天要來揭秘女生衣服內非常私密的小秘密 為什麼有些女生胸部沒有那麼大 實際上看起來卻非常大 有些女生說自己的胸部有那麼大 實際看起來卻沒有那麼大 有些男生很喜歡用自己的眼睛去目測 女生的罩杯大小 那實際上現在真的有辦法透過眼睛的神目測 就知道女生的胸部大小嗎 這個主題我想要分享很久了 知道了以後男生可以長一些知識 更了解女人 了解自己的老婆女朋友 女生朋友看了以後 可以更好的去挑選自己想要穿衣得到的視覺效果的內在美 那影片開始前先把我的頻道訂閱起來開啟小鈴鐺 訂閱開啟小鈴鐺 近期幾年啊 女生的胸罩的罩杯 有點沒有規則可尋款 室內別真的太多了 在規格上又分了 台規、日規、美規、歐規 各種杯的設計標準啊 加上建材版型的不同 購買內衣的時候 可能會穿到不同罩杯的尺寸內衣 而且這一兩年啊 非常的流行 不用穿胸罩 直接衣服就自帶胸墊的 像我身上現在就沒有穿內衣 直接就是穿裸墊 帶胸墊的小可愛 那這些尺寸有很多 已經不是用罩杯來區分 可能是free size 或者是sml xl 這樣的尺寸來區分 不管是胸罩內衣 或者是brother的小可愛衣服 裡面都藏了 非常大的學問跟秘密哦 女生現在已經不用 用一堆水餃墊啊 在那邊偷墊 就可以打造大胸的豐滿效果 這個狀況呢 不只在胸罩小可愛上面發生 在比基尼裡面 也有這樣子進化的小心機哦 為了眼見為平 驚嚇大家一下 我準備了非常多的給西 一堆胸罩 一堆bra top 還有比基尼 這些呢都是我平常自己在穿的 好像只有一半吧 接下來呢我就用這一些 對比穿起來胸部的落差差異 讓大家看一下我的胸部是如何看起來大 又如何看起來沒有那麼大 對我就是要示範 如何讓胸部看起來更大 或者是看起來沒那麼大 我只能說真的不用整形 套穿現在市面上的胸罩內衣 或者是大店的小可愛衣服 就可以小心機的進行詐騙 不是 就可以達到不一樣的穿衣視覺效果 那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大胸部的女生嗎 但忍不住會被大奶吸引 真的是男人的天性耶 不要說男人的 有時候連我們女人都非常的愛看 現在生活裡面 我們沒辦法直接明目張展 盯著人家奶跟身材看嘛 先來看看胸罩 女人的小心機神奇魔法 製造豐胸的效果 很多內衣它會在裡面 可以在家水腳墊 或者是側邊墊 各式各樣的墊 達到這樣豐滿的效果 但是呢穿起來就是會比較悶跟熱 那些內衣我基本上抽屜裡面是沒有的 大家看一下我胸罩 我幾乎都素面的 我是個素面控 正常的內衣啊 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只有薄薄的一個厚度 邊下面都是薄薄的厚度 這比較清楚 一般就是長這樣 一塊薄薄的 但是呢現在有非常多小心機的內衣 不用塞水腳墊跟厚墊 就在胸墊裡面 看有沒有 下面多做厚那麼多 上薄下厚 像這件有沒有 下厚上薄 胸部脂肪沒有地方去 就往上提拉 像這款全素的 看起來有罩貝對不對 裡面也可以做小心機 那麼淺 上面這裡比較有弧度 下面這裡呢 已經沒有什麼弧度了 它也是典型的 下厚上薄 這邊大概只有這樣吧 下面有這樣 就大概是上後下薄的落差 這種啊 一穿起來 就可以幫我們Q軟的脂肪 立馬撐托 視覺上胸部看起來立馬變大 另外還有這種 胸罩裡面啊 幾乎看不到杯的款式 像這樣 很淺 明明胸那麼大 但裡面的杯超小 這種啊 有這種機能型的設計 裡面是淺杯 所以一套上的時候 胸部就會往中間集中 穿起來的暴乳效果 霹靂不抵好 一般薄墊的胸罩 下厚上薄的胸罩 我整個奶超集中 然後這邊也滿了 剛剛啊上面空空的 現在呢 很滿 有沒有 幾乎沒有杯的胸罩 完全往中間暴乳集中 暴乳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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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裡超滿的 因為它下面這邊呢 幾乎沒有杯 哈哈哈哈 上胸罩就是非常的豐滿 坑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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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三個 都是我的奶 你套衣服來看 坑 一般胸罩穿起來 跟上薄下厚的穿起來 還有就是幾乎沒有杯的胸罩穿起來 是不是看起來整個效果完全不一樣 很神奇 奶可以自己變大變小 哈哈哈哈 再來 揭秘這幾年很流行不用穿胸罩的 bra top 我現在身上呢 就是穿bra top 這件呢 是屬於舒適款的 對 過了兩種胸墊 當時呢 買了蠻多件 我現在身上是這種 下胸的地方 有做一點設計 凸凸凸的讓胸部可以往上提脫 他還有附一個超誇張的 登登 你看這個 下面墊成這樣有沒有 超厚的 這個墊起來啊 很扯 我現在直接來塞塞看 你看是不是大小奶 大小 很over 很over 是不是立馬 奶墊大很多 原本的側面 現在的側面 很over耶 這種兩片式的啊 我覺得集中效果啊 還差一點 而且它可能會因為活動啊 沒有喬好就高低奶或上下奶 我本人呢 比較喜歡這種 一片式的 你看 一樣喔 它側邊跟下面 有做那個提拖 小心肌 這種你看 各種不一樣的提拖 小心肌 集中效果 好的話就是要穿這種一片式的 直接來換 有沒有 超級大爆奶 跟剛剛比起來 是不是有很明顯的差別 另外還有一種啊 是直接在小可愛裡面 縫上胸墊的 這個 直接車上去 一般薄墊 這款也是直接含在裡面的 有這樣剪裁的設計 來 換 這種啊很舒服 但是視覺效果 看起來胸就是會變小 最主要是因為這件款式的版型 不是要佛暴乳效果的 佛暴乳的款式 一片式超爆 集中效果的 超超深 我真的很推到穿一件式 如果你想要大爆魚集中的話 這種很OK 而且比較不用怕高低奶 對比這三款 把臉K掉 是不是不像同一個人的奶 那BRAD HOME呢 我還有一件奶 超爆的 登登 是不是很厚了 這個 熱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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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的墊啊 也是超誇張的 直接抽出來 一 一馬大小奶耶 蛤 看 有沒有 一樣這裡超級厚的 完全是大小奶啊 應該沒有看到點吧 並沒有 那我最近呢 因為冬天要到了嘛 然後出了非常非常多 這種BRA TOP的衣服 那我也看了很多款 想要穿跟買啊 大部分這類的BRA TOP呢 除了FreeSize之外啊 很多都會分 SM L XL 2XL這樣 我個人去試穿的經驗 告訴我呢 要買這類的衣服 你一定要去試穿 我想我胸部都穿170嘛 穿這類衣服的話 我就要穿到L L 穿起來呢 我就是胸部剛好 但這個地方就是會鬆鬆 或者是肩膀這個地方啊 會狼狼 本身骨架不是太大 穿起來呢 就不太合身 我穿小L還有M呢 就會壓胸 L就會讓我看起來 就有點肥 因為不夠合身 就有點大 想要買這類的女生們呢 建議就是去試穿之後 再下手 除非你已經知道 這家有版型尺寸 但每一家版型尺寸 雖然是同一個品牌 它有可能會不一樣啊 所以真的 試穿後再買 最後 比基尼來了 大家心裡的比基尼應該是長這樣 很單純 三角墊 我的一般比基尼穿起來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的比基尼呢 很有心機喔 你看 這個有沒有很Over 而且啊 這種做到側邊的下後上包 就是這邊還有包過來的啊 通常集中效果都會更好 再來有一件 你看一樣 穿起來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放給大家看 登登 這個是 有家小巡機在裡面 是不是很誇張 有沒有就是這樣子 女生胸罩 小可愛 泳妝 暗床的小巡機 這也是為何呢 我的影片常常因為穿不一樣的衣服 奶會看起來互大互小的原因 偶爾想穿舒服的 我就舒服啊 偶爾想要抱一下 我就抱啊 可以隨心所欲 隨便我想怎樣 看完有沒有發現 根本沒有辦法神目測 女生胸部大小這件事情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裡面 今天穿的到底是什麼款式啊 猜中的真的只能說是用mood 所以平常真的不要再做這種 沒有意義無聊的行為了 而且有些男生自己在那邊目測 聊天的時候 欸 還讓女生聽到欸 到底是想怎樣 真的是女生聽得不會很舒服 而且你也不見得猜得中 好 沒事不要再做這種無聊的行為了喔 好啦 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九日影片的話 按讚留言分享訂閱囉 想要知道更多訊息 可以去我的Instagram 我的即時消息動態其實 都在我的Instagram比較多 大家去給我的Instagram 多多支持 搶救一下我的追蹤術囉 先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